一见国宝,一段往事,一见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大漫,带您看你东华文明的黄旗。 公元1873年,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清朝统治十二年,这一年的深秋,在已是一片废墟的北京圆明园里,两个人正焚香拜祭。 这时,一群人呼啦啦地涌进圆明园,为首的官员一见到这两个人,便一脸激动连声说道, 可算找到你们啦,皇上有旨,命你们重修圆明园。 这是中国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样式雷》开场的一幕,而在舞台上焚香拜祭的两个人,正是《样式雷》家族的第六代传人,雷思琪和他的儿子雷廷昌。 那么,在历史上啊,《样式雷》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家族呢? 同志皇帝又为什么要命令雷家父子重修圆明园呢? 而在重修圆明园的过程当中,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呢? 公元1873年,17岁的同志皇帝终于亲政了。 而他的母亲慈禧太后却忽然发现自己的生活,一下子清闲了下来,没有堆积如山的奏折等待他批阅,他的生活仿佛一下子回到二十年前。 那时候,他还住在圆明园里,有了咸丰皇帝的宠爱,又生下咸丰皇帝唯一的儿子,他的生活过得无忧无虑。 只可惜,随着1860年,英法联军的一把大火,曾经的万元之元成为一片废墟。 四系太后一直想重修圆明园,只可惜,在他垂帘听政的十几年里,政局动荡,国库空虚,重修圆明园根本无法实现。 直到同志皇帝亲政后,在母亲的授意下,同志皇帝发布了一道旨意,下令从这一年的十月初八起,正式开示重修圆明园。 而负责重修工程的人,正是样式房的掌案样式雷第六代传人雷思琪和第七代传人雷廷昌。 作为中国建筑艺术史上最传奇的家族,样式雷在两百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是清代样式房的掌案,可谓是皇家首席建筑设计师。 他们设计建造的天坛、颐和园等皇家建筑,已经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 其中,曾经有万园之园美誉的圆明园,更是样式雷家族几代人的心血。 每每想起园子被毁,雷思琪和雷廷昌便觉得心如刀脚。 他们一直渴望能够修复仙人的作品,因此,当听到皇帝和太后把重修工程交给自己之后,便以无比的热情投入到工程当中。 然而,重修工程极其庞大,按照同志皇帝和慈禧太后的意思,这次一共要修复三千多间殿堂,几乎是原来整个圆明园建造工程总量的三分之一。 而更让雷思琪等人感到巨大压力的是温城的期限。 原来,为了让慈禧太后能在重修完毕的圆明园里过四十岁的生日,同志皇帝下令,重修工程必须在同志十三年的十月之前完成。 这样一来,留给雷思琪和雷廷昌的时间就只剩下了一年。 可是,重修工程远远不止修复这三千间殿堂这么简单。 在那之前,雷思琪和雷廷昌首先要命人清理掉因法联军烧毁圆明园之后留下的残缘断壁。 还要把需要重修的建筑先用纸张、熟结和木头等加工制作成立体的模型, 给同志皇帝和慈禧太后看。 这种模型叫烫样,雷思琪带着自己的儿子雷廷昌, 利用样式雷家族流传下来的记忆,将烫样制作得非常精巧。 工匠们只要按照烫样修建, 就能把那些富丽堂皇的皇家建筑修得分毫不差。 虽然是皇家首席建筑设计师,但雷思琪和雷廷昌负责的工作可不只是建筑本身, 他们还要按照皇帝和太后的要求去设计建造建筑内部的装饰、房屋里的陈设, 甚至每一件家具的设计和制作都要由他们来负责。 可想而知,雷思琪父子俩在重修圆明园工程中所承担的工作量之繁重。 在还没有正式施工以前这个准备工作, 就是设计、供置材料、清理废墟, 这个工作里边它已经表现出了很突出的记忆和才能。 所以皇帝和西太后对他们也是照顾有加。 首先是给他们增加了奖金,增加了范式古贴, 样式的父子俩是每人每月十两, 一共给了他的样式房六十八两, 除了这二十两给他父子俩以外, 其他的都给其他的这些样式价。 同志十二年的十一月二十六日, 同志皇帝特意下支赏雷斯琪二瓶顶带, 赏雷霆昌三瓶顶带。 在当时, 二品相当于内务府大臣和侍郎的品级属于高端, 可见同志皇帝和慈禧太后对雷斯琪父子俩的重视。 雷斯琪和雷霆昌获得的品级, 是样式雷家族历史上最高的。 这意味着, 这个绵延了两百多年的建筑世家, 终于在此刻达到了事业上的顶峰。 然而, 半君如半虎, 雷斯琪父子在获得荣耀的背后, 究竟历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艰辛呢? 由于对重修圆明园的重视, 同志皇帝和慈禧太后曾经多次召见雷斯琪和雷霆昌父子, 详细询问工程进度。 在旁人看来, 作为内务府手下的匠人, 雷家父子能被贫廷传召入宫, 可真是天大的荣耀, 说明他们得到了皇帝和太后的器重, 是皇帝和太后跟前的红人。 然而, 对雷斯琪和雷霆昌来说, 这荣耀的背后却暗藏着一段心酸往事。 一天, 雷斯琪和雷霆昌又一次应召入宫, 但这一次, 负责顶路的却是一个看他们硬不顺眼的小太监。 小太监看了他们两眼, 脸上不动声色, 但心里却很快想出了一个坏主意。 原来, 不久之前, 这个小太监在打扫工店的时候, 不小心把一个磁瓶的耳朵给打掉。 为了避免被责罚, 他偷偷把大蒜捣烂, 用蒜汁把磁瓶的耳朵给沾了回去。 可是, 这个土办法毕竟不是很保险, 万一哪一天被人发现了, 他仍然逃不过惩罚。 刚巧这个时候, 皇帝和太后命他给雷家父子领路, 于是, 在领路的过程中, 小太监故意带他们靠近了那个磁瓶, 然后, 趁他们不注意, 故意把磁瓶拨倒了。 那据我父亲讲的那时候呢, 就是我太爷那时候呢, 他还是比较注意这个锻炼身体的, 所以一个剑步上去以后, 拿当时穿那个大褂, 把这个瓶兜住了, 没落地, 这一兜呢, 原来掉的, 沾上这个瓶耳啊, 就掉了。 这掉了以后, 这个太监在网上说, 说你看, 你把这个瓶子给弄掉了。 好, 我太爷那拿起手一看, 旧茬, 而且拿鼻子的一纹, 有蒜味, 说这个, 这你原来就掉了啊, 你看这还有蒜味。 在这个正常过程当中呢, 皇帝可能就不耐烦了。 因为你这个是, 终归是一个做工的, 他对这个太监呢, 可能还是比较宠爱的。 结果他说, 行了你别搭乱的, 他是那个瓶子。 所以最后呢, 在这个, 这个我太爷他这个工作期间啊, 就有一个绰号, 叫雷锋子。 如果说, 被太监诬陷, 还只是一场无望之灾的话, 那么, 重修圆明园过程中, 还有更多的不如意, 在等着雷思起和雷天昌。 由于当时财政困难, 公布和内务府, 根本拨不出多少银子, 来重修圆明园。 无奈之下, 同志皇帝下令, 要求朝廷官员捐出自己的银子, 来修圆子。 可是, 即使这样东拼西凑, 能用于重修工程的经费, 也只有四十万两, 而这对于整个工程来说, 仅仅是杯水车薪。 由于当时这个国库比较空虚, 所以呢, 就把这个采购木材跟这个建材的这个任务呢, 就落在了这个样式房, 那也就是落在了我太太爷, 雷思起和我太爷的林天尚的身上, 要提前这个去采购, 因为他用的这些木材都是, 这说的都是非常好的, 像金丝楠啊, 这个什么花梨啊, 紫檀啊, 或者有些是黄花梨的。 那当时呢, 这个木材呢, 有些是国内是已经没有了, 得需要到海外去采, 从海外运到天津堂窟, 那儿的有那个仓库, 去到那儿去购买。 但是由于当时这个清朝众论呢, 他的资金比较薄弱, 去订木材的事儿是样式房的事儿, 那你订木材呢, 那就得一辅资金, 或者是打欠条。 所以在当时情况下就, 捧一把这个样式雷的家里的这个积蓄, 全都先垫付以后, 还打了很多欠条。 尽管为重修工程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但雷思琪和雷霆昌渴望修复圆明园的心愿, 并没有实现。 因为就在同志十三年的夏天, 宫亲王一新, 大学士文祥等十几位朝廷重臣, 联名上奏, 请求停止重修圆明园。 而到了这时候, 同志皇帝和慈禧太后, 也不得不承认, 此时的清政府已经无法重修圆明园, 于是下令工程停止。 就这样, 这座曾经的万元之园最终没能重现世间, 只有那些流传至今的样式雷烫样, 见证了历史的沧桑。 感谢观看。